和画树我们的成长 其中最吸引人的特点的T恶亚艾亚 画树树皮多主干和硫花木标本 比单一的主干树更帅我们为您的景观和 画树生长 画树核是落叶大桥木 成长90英尺的高度和蔓延8至15米 的花木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 其中大 柚枝合金 红色到粉红色的褐色和纸质条状剥落的树皮 露出内层树皮灰棕色至肉桂棕色至棕红色 一个成熟的白画树的树皮几何神化深褐色 这棵树没有叶子 因为其优美的轮廓和去角枝树皮十一硬菌 它生长在中等速度十米 超过二十年的时间内 它往往活三十到四十年 许多城市的网站 可能是由于在禁区缺水 坐落于潮湿的地区画树长寿命 优雅望月的花木 允许它被用来作为一个标本或自然化 最实用于打面积 它很方便移植核种植在分锁时 是最有效的 多比单一的主干树树干标本更帅 它不应该被种植在高实用区域 如车道 散步和庭院 枯枝往往是凌乱的 需要定期修剪 删除这些分支在任何一年的时间 这是可以做到的 当树是蛰伏在夏末之前 正直隆东 这棵树大量出血 硬做健康树木修剪 虽然化树和生长在潮湿的地方 它不需要过量的水 一旦成立 它容忍相当干燥的土壤 它需要算性土壤 换缺铁 如果PX是6.5或更高版本 这个物种需要充足的阳光和高温容忍 化树核可能会野斑病和早期落叶在潮湿的气候条件下下降的困扰 各种潜易额和牙虫 云扰 但这些问题是不重要的 一种牙虫引起的叶子在春天揉搓 它不会造成持久的损害 核化树不是一兽入侵青铜幻木鸣 一个常见的问题于其他南美洲国家画树 在高原山农场 我们卖的白画树苗 盆栽的画树和现场挖画树到8米多高 您可以皮卡在我们的许多农场货 我们可以DLEA或交付和植物 联系我们2156518329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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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